3D 裂映 3D 裂映 3D 裂映正在改變我們的世界 它正在加速我們的創意思考 打破產品造型設計的流程 3D 裂映不再是昂貴 遙不可及的科技產品 從 2008 年開始 許多 3D 裂映專利技術 逐漸到齊 3D 裂映開始出現許多桌上型 即微型化的設計 價格變得親民 操作上也變得簡單好用 早期的 3D 裂映專業稱呼為 基層製造技術 這跟它在製作物體的過程中 有相當大的關係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 當我們拿到一張 A4 的影印紙 它只是薄薄的一個平面 但如果是一包 500 張的影印紙時 它就是一個具有厚度立體的矩形方塊 雖然已經變成有厚度立體感的矩形方塊 但它還是有一張張薄薄的平面 A4 影印紙層層堆疊出來 所以早期才有基層製造技術的稱呼 現今為了讓人們更容易學習了解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時候稱它為 3D 裂映 接著我們簡單的把 3D 裂映分成三大類來介紹 首先介紹的是目前市場上佔有率最高的幾出式 最具代表現的是 Fused Diversation Modeling 也簡稱為 FDM FDM 每一層平面的堆疊 就像在擠牙膏一樣 將耗材加熱後一條一條的擠出 整齊的排列成一個平面 每完成一個平面 就在完成的平面上再擠上第二個平面 反覆的進行到物體完成為止 而耗材部分 以環保的 PLA 材質最為熱門 另外堅硬的 ABS 韌性幾家的尼龍 仿木紋的金屬或軟Q的彈性材料 也都是 FDM 可以應用的 由於 FDM 的耗材容易保存 AIM 範圍較大 使用的地點與環境受限也不多 才逐漸成為目前市面上的主流 接著我們要來介紹光酷化的 3D 裂映 最具代表性的是 SLA 及 DLP 這兩種 它的耗材是以液態的方式呈現 一般也稱為光敏樹脂 不管是 SLA 或 DLP 都是透過光線的照射 來固化每一個平面 SLA 的光線主要是以連射光的方式為主 它會以點的方式在光明樹脂上 反覆的化現來形成平面 DLP 則是用高亮度的投影機 一次整個平面來固化 而不管是 SLA 或 DLP 也跟 FDM 一樣 是利用反覆堆積的方式來完成整個物體 光固化的 3D 裂映 擁有高細緻度的特色 非常適合拿來應用在珠寶首飾 齒膜 機密零件等開發上 最後要來介紹的是粉塵式的 3D 裂映 最具代表性的是 SLA 像前兩種類型這麼普及 它可以直接金屬裂映 粉末的材質也非常多元 金 銀 銅 鐵 合金 塑料都能使用 SLS 使用高溫雷射點的方式 在粉末床上反覆的化現來成形 而裂映的過程中 沒有凝固的粉末能夠撐起所有複雜揉空的造型 這是前面兩種 3D 裂映辦不到的 也是它最大的優點 看完我們的入門介紹後 現在是不是對 3D 裂映比較沒那麼陌生了呢